萌苗西《香春爱情十一》,在春节前夕登陆视频宝站,这部东北清喜剧再次准土重来,让不少香粉惊喜不已。 距离《香爱》第一部上映,已过去13年之久,它的体量也超过了500集,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长寿剧,今天的《香爱》仍然活力十足,拥有大批的死忠粉。 不同于驻水剧的颁布好戏,长寿剧的生命力极其顽强,且驻水剧拼尽全力,也只能加到几十集的体量,但长寿剧动辄上百集,还有不少新列剧,制作了上千集甚至上万集。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,长寿剧都以其独特的超大体量,独立存在于影视行业。 那么,国内、海外的这些经典长寿剧,何以长清? 中国长寿剧《地狱特色家庭剧》为主流国内的长寿剧,大多具有明显的地狱特色,并且以表现家庭生活为主。 这些剧集旨在讲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,满足本地狱的人民观看自己故事的诉求,并进一步把本土文化推广出去,让全国人民有所了解。 国内长寿剧还有助于退出本土明星,让老百姓也能够把演员影,丰富当地人民的业余生活。 这些剧集讲述的故事都是家长里短,以求在一地鸡毛中展现人情冷暖,喜怒哀乐,成为人情世故的教科书。 国内最知名度的长寿剧,刀数乡村爱情,以东北,农村为极鲜明标签,讲述像崖山这个小村庄里,男女老少的日常生活。 乡村爱情 有不少网友觉得,乡村爱情很土,但就凭借这份土气却是稀粉无数。 2007年,乡村爱情2的收视率,力量闯关东和亮剑,2014年转战视频平台,几点几量超过了同期的,来自星星的你。 去年在腾讯视频播出的乡村爱情时,播放量突破44亿。 这份成绩单,足以让众网友瞠目结舌,那么,他为何能火? 首先便是得益于东北小品在春海等舞台的大放异彩,以及同一班底前坐留老哥马大帅的助力,乡村爱情自在升起,就具有极高的关注度,并进一步成为本山传媒书送新人的大本营。 其目标观众为广大的小镇中年,并以此为中心影响其特受众。 乡村爱情,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,与其故事和的魅力有极大关系,不论故事延续了多少季,它描绘的都是在淳朴的民风下,各类小人物为幸福生活的奔波。 乡村爱情诞生之初,还有不少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明星助阵,如赵本山,小沈南等。 但随着剧集的热播,其他演员大赏风采,成功捧出《象牙山》三巨头,赵四,刘能等成为广大网友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 网友纷纷为其制作众多告笑表情包,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,并成功担补乡村爱情,让其在年轻网友中更具知名度。 阳光的快乐生活,讲述的是天津事业青年阳光与其林里的故事,这部巨部,仅是标准的天津化教程,也是一部长寿剧,至今已有十部,集数也超过了两百集。 阳光的快乐生活,与之类似的马大姐系列,讲述的则是北京退休老太太马大姐,与其林里的生活,陆续推出了闲人马大姐,马大姐和邻居们,党员马大姐,马大姐新传,超人马大姐等,也是超过三百集的大体量。 超人马大姐这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京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事业青年,以及退休老人要去恒生的生活,以生活所实为核心故事,在林里的一地鸡毛中,又见得喜怒哀乐的生活本质。 在广东地区这样的长寿剧不乏少数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72家房客,和外来媳妇本地狼,尤其是外来媳妇本地狼,作为中国最长寿的电视剧,只定义超过了三千集。 外来媳妇本地狼尹洪教授,在研讨会上就曾说过,外来媳妇本地狼,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成功试验田,在编排编播的生产制作,方言剧及地方文化的传播方面,都是一个很好的实验。 这部剧是岭南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,剧中很多的意识住行,甚至街坊邻居的生活方式,都非常具有本地特点。 同时还是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,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范本。 还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剧也是大体量之作,这些作品以亲近的语言,讲述当地人的生活,让当地观众被感亲切,然而也是,因为语言的障碍, 令这些作品无法出圈,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。 在香港地区也有不少的长寿剧,其中最具典型的是《街大欢喜》,这部剧已开电影业的故事和泰, 生猪古装版和时装版,两版都成功塑造出一众个性鲜明的小人物,故事轻松富有喜感。 《街大欢喜》还有《香港八音》的《香港八六》系列,这一作品采用极致新闻改编的剧本, 具有很强的实时性,以及名声关怀价值。 这语如今的普法栏目剧《停线进行时》,等有着意志同工之妙,采用真实世界改编更具有说服力, 通过演员的演绎,让观众更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。 台湾地区最著名的长寿剧当属一难忘,拥有526级的体量,这部剧突破了大多长寿剧的家长里短,加入了商战的故事情节,使故事更加丰富。 还有一部《鸟来博语十三一》,这部《乡兔剧》拥有两千多集的大体量,讲述了鸟来博一家几代人的故事,详细的描绘出台湾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,这部剧也具有大体量,播出一遍便是十余年。 国外长寿剧,具韩欧美各剧特色长寿剧,在其他国家各剧特色,有类似中国家长里短的韩国长寿剧,还有剧交民生的日本长寿剧,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到数美国长寿剧,不少美剧采用几播的方式,一播就是十多年。 从韩国博来的不仅有苦情偶像剧,还有韩式家庭剧,这类剧病,没有太多狗屑情节,多是平淡的讲述家庭生活,也遗憾是温情。 看了有看于2003年被央视引进,164级的体量,在当年引发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追剧潮。 这部剧以亲善加亲的方式,连接起三个家庭,展现了90年代末,韩国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,又因韩国与中国的地缘亲近性,中国观众对此也有很深刻的理解与共鸣。 此外还有搞笑一家人,原本罗文金女士的生活在外人看来,因是苦不堪言的,婆媳不喝,儿子堪劳,招呼孙子,忍受老爸,这明明是苦情趣的开端,但就是这样的生活,居然被罗文金女士固定有争有刺,充满趣味。 搞笑一家人,冷暖人间,是一部来自日版的长寿剧,制作历时二十一年,一共有十几四百九十七集,加上六集特别篇。 这部剧讲述的故事和中国的外来媳妇本地狼比较相似,都是讲述一个大家庭内几个小家庭的故事。 冷暖人间不仅在日文和悲极好,在中国也有不错的成绩,每一部的豆瓣评分都超过了九分。 这是在于他深刻的反映了日本家庭的真实生活,讲述了从上学,考试,上班,到结婚,离婚,博习对立,老人看护等社会问题,就在这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倒进了人情冷暖,堪称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。 冷暖人间英国的长寿剧神秘博士,从1963年开播至今仍在更新,这部剧别出新。 采德选择了科画题材,讲述了善良正义的博士,与其达当时空熬游,成恶洋善,拯救文明的故事。 这部作品以其充满想象力的剧情,低成本却又不实创意的特效,以及独特的电影配乐,影响了好几代英国人,并想遇害内外。 美国的长寿剧生活大爆炸,老有几本作品,在中国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,一起鲜明的人设,富有吸引力的故事,让观众不自觉就入坑。 并且,其单元设的形式,令观看门槛降低,随意点开一集,都能迅速进入故事。 加之圆翻圆马所积累的情怀,也让观众更加为之痴迷。 长寿不一国内长寿剧,何一言年一寿,每一部长寿剧能够发展下去,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,不抵得于故事的吸引力,还有制作团队的长久作战,也有不少剧作,未能过关就刺摇折。 长寿剧在不断孵化的过程中,本身就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大IP,其具有的品牌价值越超过了普通电视剧,但都如今的国内长寿剧而言,其内容开发的力度还不够,还是在与时俱进的创作方略下,选取更具典型的事件为其分色。 不少国内长寿剧都代表了一方文化,在创作时,也需要延续其文化性,帮容更多当地的文化符号,如当地音乐、戏曲等,让其IP的价值链得以延伸。 国内长寿剧的内容只显,也是一大必定,大多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,对比国外长寿剧所涉及的其他题材,如神秘。 博士的科幻题材可成为借鉴,此外还各效仿成功的大体量动漫作品,如名侦探科男的悬疑探案题材,影分加长寿剧题材的夸度,以及内容的深度。 对演员阵容如何延续的灵活处理也是一大问题,不少剧集就是因为演员的离开,而导致大量观众器具,比如唐遁庄园里的大表哥。 一般在应对这样情况时,国内的长寿剧要么是把演员决死,要么是更换演员替换角色。 前文提及的神秘博士,因其制作周期太长,至今已换了14位博士,在应对这种情况时,他采取的是一重生之名来时期顺理成章,这样的操作也能让观众心然接受。 神秘博士在制作、播出上,打破平台局限,积极与视频平台合作,也不是唯一种好的选择。 相存爱情,从第七步开始就在网络平台上播出,还有阳光的快乐生活,在与爱奇艺合作后,出品了新篇《阳光那些事》,在故事上更有活力,播出上也更有保障。 这种方法值得其他长寿剧借鉴,长寿剧作为影视行业中读书仪式的剧集,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粉丝,对其题材的丰富,内容的探索,以及IP价值的深度拉绝,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。 长寿剧的创作之路 长寿剧作为影响